纽约时间8月13号星期四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间段的财经新闻 美国三大股指在上一个交易日的尾盘强劲拉升 那么给投资者一丝大盘将要反弹的希望 但是在周四美国股市是遭到了开盘的巨量抛压 那么11点之后是出现了强劲的拉升 三大股指全线走高 今天微软的股价得到了上扬 此前券商Stalfield分析师是上调了该公司的股票评级 以GoPro为代表的科技股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 特斯拉宣布将增发5亿美元的股票进行融资 本交易日特斯拉的股价上涨近3% 今早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关于标普资本 美股投资策略师珊姆的言论 那么他表示这一周标普500指数是再次下探到了 关键性的支撑位2300到2500这个区间 他表示以往下跌到这个区间 美国股市就会出现大量的买盘 未来如果大盘可以突破这个盘整的区间 会出现持续的上涨态势 所以投资人可以密切关注标普500指数 近期的在2300到2500这个盘整区间的波动情况 今天造成股市如此大的波动原因 是因为今天公布的美国零售销售与失业金 救济人数的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是持健康态势的 一些投资者认为健康的经济可以促使美联储即将加息 我们具体来看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 美国7月份的零售数据增长了0.6% 那么市场各界人士认为这份数据暗示 下半年美国的经济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回暖 已经持稳 另外美国7月份的商品出口价格是下跌了0.2% 那么进口的指数也是令美国通胀率是得到了抑制 所以说反映出全球的经济是持疲软的态势 就美联储加息与否有看空人士认为全球经济都处于衰退之中 以中国为首的多个新兴市场的增长乏力 那么欧洲局势也是动荡 而且经济也是持下行压力 所以大宗商品的巨跌以及澳洲加拿大的资源输出型发达体 也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这些都不能支撑美联储加息的决定 而看多一方人士则认为 美联储必须在9月份进行加息 尤其是中国意外的人民币贬值后 新兴市场和欧洲市场可能会接二连三的加入货币战争 而进一步的造成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 而资金最终的流向一定是高收益的美国 另外据我在华尔街的观察 近期原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是持续的低迷 也助推了市场上对熊市的预测 低能源的价格将打击美国的能源出口 工业原材料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那么这对于工业立国的美国来说 无疑是长期的经济压制 总体来说 今天全球股指跌涨户线波幅较大 由于美元指数是持续的反弹 那么美元对欧元英镑以及澳元都出现了上涨 而避险资产黄金在本交易日出现了下跌 美国股市反弹能否持续呢 如此的多空对立只能让时间来解答了 今天中概股方面 网易交易代码为NTES 因为业绩没有结束的亮点 是遭到投资者的抛售 下跌了4.3% 而高盛和德银在内的多家华尔街机构 是继续看好阿里巴巴 那么促使阿里巴巴在本交易日股价反弹了2.5% 好 徐玉露在华尔街为您发回的报道 好 离开 资云 三明镜